当你在脑海里想起过去邪淫的事情一次 就等于在八十天中又犯了一次意淫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许愿借邪淫 但是还是因为邪淫事情堕落 因为他虽然没有做 但他还在不停地想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经不起压力的人修不好心 师父还说经不起压力的人过不了劫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分享一 邪淫和伪怨后的果报 弟子从小就有手淫的毛病 现在想起来真是太愚痴了 导致生活更加艰辛 离成功总是差一步 记忆力不好 精神涣散 身体越来越差 2017年参加第一场法会时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去东方台 2018年马来西亚法会时 我跪拜在菩萨前 请问如何能去东方台 看见观世音菩萨从照片中走出来 告诉我要许愿清修 当时场面非常震惊 我当时就许愿清修了 回国后 愚蠢的我 不知道手淫也属于邪淫 导致身体不适 工作全面下滑 请看到这篇分享的师兄 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 借除邪淫 分享二 帮重病父亲悲业 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 要量力而行 弟子2017年8月 参加首场法会后 十月父亲就被查出得了癌症 刚刚接触佛法的我不知所措 师兄们告诉我要给父亲 许愿念小房子 初学者的我功力不够 实在念不动 上香求菩萨 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 要量力而行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统修分享道 一边烧菜 一边听师父录音 已成为习惯 在这段时间 经常会得到菩萨的加持 今晚也无例外 在准备晚餐的时候 我戴上耳机 一边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一边洗菜 切菜 好几次感觉到菩萨加持 整个后背就像放了一个热水袋 暖暖的 非常舒服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 弟子一定听您的话 努力改自己的毛病 好好学习白话佛法 弟子永远爱您 您永远活在弟子的心中 弟子会好好努力 将来希望能到天上 和师父永远在一起 永远在师父身边听闻佛法 感恩童修的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真实分享 东北天气特别冷 五岁的儿子感冒了 脸红通通的有些热 夜里三点左右 孩子翻来覆去睡得不安稳 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摸了他额头很凉 于是我把手放到 他的额头印堂的位置 给他念了十一遍大悲咒 念完了 不一会儿孩子安安稳稳地睡着了 额头也不凉了 第二天醒来彻底好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个人分享 今年夏天的时候 有个报名需要身份证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翻了两个多小时 又打电话 问是否落在超市了 都没有 毫无头绪 很快就要截止报名时间了 我赶紧许了四十九遍准题神咒 并说找到后分享到博客里 快念完时 突然想起 可能在一个不经常背的包里 一下就翻到了 之前完全把这个包忘记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曾经有一个教授给他的学生出了一道考题 说如果你知道一个女人怀孕了 她已经生了八个孩子了 其中有三个是耳朵聋的 两个眼睛瞎的 一个智能不足 而这个女人 悄悄又怀孕了 请问 你建议她堕胎吗 学生刚要回答 教授制止了她 又问她 你在听我第二个问题 现在要选举一名领袖 而你的这一票是最关键的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 这个三个被选领袖的事实 候选人第一 他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来往 而且他会心向占卜学 他有婚外情 他是个老烟墙 每天喝八到十杯的马丁尼 候选人之二 他过去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 他每一天睡觉 基本上睡到中午才起来 大学的时候还吸食过鸦片 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夸特的威士忌 候选人第三 他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 不吃肉食主义者 他不抽烟 只偶尔的喝一点啤酒 从没有发生过婚外情 请问 你会在这些候选人当中选择谁 学生马上把答案写在了字上 然后教授看了之后告诉他 候选人一 那是弗兰克林罗斯福 候选人二是温斯顿丘吉尔 候选人三是阿道夫希特勒 学生听了之后张大了嘴巴 教授问他 你是不是选择了希特勒 那么你现在还会建议那个妇女去堕胎吗 学生说 这个问题不要考虑了吧 我们懂得优生优学的教育了吗 这位女士已经生了这么多非正常的儿童 你就别让她再添乱了 学生建议她堕胎 教授告诉她 那么你杀死了贝多芬 她就是贝多芬的母亲 学生又一次张大了嘴巴 教授说 吓一跳吧 本来你认为很好的答案 结果你却扼杀了贝多芬 创造了希特勒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活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到 人间的真相和真谛 佛说的四圣地苦极灭道 就是让我们知道 无常和懂得因果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理解佛法虚圆容 盲修瞎恋爱虚荣 真修实修会宽容 佛法教育进行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